能不能请我吃两份寿司 凭什么人气黑啊 你别骂人 我叫卧龙 我有一个方法 你扇子都烂了 你卧龙怎样啊 动手又怎样啊 我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你一个小时 卖100份寿司 我不信 要不要我帮你实验一下 我帮你卖好不好 骗吃骗喝吧 如果说不管用 我这里有100 都算我头上 才100块 我这里都不止哦 200 要不要 行吗 我帮你卖 学会这个模式哦 我不管你开什么店 销售什么 都无狼似虎 如虎天翼 莫虎藏楼 行了行了 你别犹豫了 我来卖吧 首先给你做一个 挑战营销方案 寿司光着卖 怎么光着卖呢 过来挑战啊 15秒之内 能够吃完6个 奖励100元 上 那不亏呀 亏怎么亏 天天想的亏 你怎么开店啊 引流要赚钱就输了 我跟你讲一下啊 如果说吃不完怎么办 就买两份啦 一份也不够吃嘛 但是这个叫什么 概率营销 99%的吃不完 拭目以待 这个招呢 只是引流拓客 我们要把锁客环节 也放到里面去 是不是让他免费成为 你们家的会员 送他三张卡 一张主卡 两张副卡 卡的作用是 以后连续一个星期 到店里面买寿司 第二份半价 但是副卡不能自己用 要带闺蜜过来 一块用 一拖二 二拖四 四拖多少 八 八拖多少 十六 无限裂变 你买了没有 这个只是一个敲门砖 听不懂 不信 不信啊 来 三哥 寿司光着面 15秒吃完一份 一份六个 奖励你100块 好不好 如果吃不完 是不是真的 老板就在这里 我看我像长得像骗子吗 挺像的 老板娘不像 老板在这里 这样啊 如果吃不完就买两份 不管成功或者失败 我都送你三张寿司店的会员卡 然后呢 加一下老板 成为他的好友 可以 来 开始 快了 要快了 干嘛 你吃得快一点好不好 男人能够说自己不行吗 嗯 有的难度 20秒了 要不 行 两份是吗 去里面 确定你是来挑战的吗 失败了啊 喝杯水 喝杯水 四 没关系 还有时间 十八 十九 二十 业不下去是吧 不 呦 像一只下山的猛虎样 马上 慢点慢点 别业住了 到你了 怎么那么慢 搞什么 搞妹子啊 你会好 能不能看一下 不好吧 哈哈哈哈 我知道这个是爱聊吧 专门聊天交友的对吧 我认识好多这种地毯老板 都是在上面找老头的 假的吗 怎么可能 假的 这爱聊其实挺好用的 你上天就有好多美女角 我原来也以为是假的 那我看这就是发明的 好像都是本人 资料啊 动态处理 都能看得到 大部分都在红尘附近的 拍成视频了解 挺靠谱的 哎呦 这么猛锁啊 行了行了 赶紧先挑战 你敲一个吧 快点 你朋友啊 爱聊上面的 哎呦 厉害啊 你啊 还可以 那你来呗 不给他点压力啊 这样要吃不完搭子 哈哈哈哈 我太难了 去买收拾吧 去买收拾吧 那个不中用的东西我拿 不中用的是吧 你是挺中用的 他真的在品尝 好了好了 直接去买吧 要吗 来一人一份 15秒15秒快一点 哦呦 这个吃的 还剩两个了 再给你们五秒 干嘛 举手啊 讲了 哈哈 好不好吃 可以 你看品尝到了美味 今天晚上卖不到100分不回家 我相信你了 相信我了是吧 开始相信你了 吃完得100 吃坏了 去医院500万 可以了可以了 咬蛋失败 津津有味 这个是吗 什么 里面买的 谢谢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轻了一轮又一轮 所以说真的不是你的寿司店 不景气 而是你的思想缺乏活力 要想兜里啊 多点财气 一定要干嘛 在营销环节上面 下点小把戏 最终才是人间烟火气 明白了没有 2023了不管做什么卖什么 一定要模式先行 而且你店里面还有别的寿司吧 生单也解决了 最后干嘛呢 完成了整个的商业闭环 这个只是一个敲门砖 口茶这么好 可以拜你为师吗 请我吃个饭 走 拜师就免了